青菜放下油鍋 大火快炒 新鮮炒青菜出爐 婚宴會館近日疫情降溫 生意回流 接待大量冰客 每天做菜都會產生大量油煙 排放太多污染在這個空間裡面 那你的鄰居也會覺得你不好 那我們不如在 我們在做的時候 就把這個項目把它納入 就怕影響附近住戶 業者砸了500多萬 加裝防止污染的設備 油煙抽到設備裡 利用水把髒污油污留住 空氣過濾乾淨後再排出去 而餐飲空污 隨著餐廳不斷增加 越來越嚴重 近日環保署就規定 從明年年初開始 包括1000平方公尺 300個座位以上的大型餐飲業者 一定要加裝空污改善設備 否則將開罰1200元 到500萬以下的罰緩 而中央統計 台中市餐飲業成長率6都第一 針對餐飲空污 市府也宣導請業者配合 其實環保局統計 中小型的餐飲企業 因為位在住商混合區 所以如果有油煙飄散 影響民眾的居住環境 才是最嚴重的 有啊 我們家隔壁就有了 然後就用餐時間就很不舒服 飄出來的味道就令人很不舒服 許多民眾認為 小餐廳就在住宅區內 餐飲空污法要把所有餐廳列入 才能保障大眾空氣品質 台中市內中小餐飲企業 已有九成加設 市府希望把空氣品質維持 讓市民有良好的生活環境 TVBS新聞重回廖凡一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